宝贝女儿 这是爸爸给你买的大别墅 喜欢吗 而且这里离你们学校又近 以后你就住这里吧 爸 这太豪华了 会影响我简约朴素的校园女神人社 我还是住宿舍吧 一个月后 学校社团来了个学妹 她说别墅是她的 还说她爸是首富 看着又土又丑的学妹 婷婷陷入深深唇思 婷婷在他们大学的艺术社当社长 艺术这个东西讲究天分 婷婷不想让别人觉得她是人民币玩家 所以她没告诉过任何人 其实她爸是首富 原本婷婷好好披着马甲当女神 顺便和帅气又上进的男朋友谈谈恋爱 突然有一天 一个又土又丑的学妹 被人簇拥着进了社团 我告诉你们 我爸可是首富 你们把我伺候好了 以后少不了你们好处 婷婷低反应 首富换人当了吗 直到她亮出手机里 婷婷老爸顾志强的照片说 我长得像我爸 婷婷彻底猛了 连忙发信息质问了她爸爸 我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妹妹 婷婷的爸爸用祖宗十八代诅咒发誓 她就只有婷婷这一个女儿 婷婷才相信了她 你爸是顾志强 没错 我是她唯一的女儿 叫顾婷婷 听到她大言不惭 婷婷的火气腾腾腾地往上冒 心里想到 顾志强有你这么一个女儿 她自己知道吗 但婷婷并不打算立马戳穿她 想看看她冒名顶替婷婷 到底想要干什么 顾婷婷学姐 让婷婷进社团吧 婷婷说 这周末可以让我们去她家的大别墅烤肉 行 把学生证拿来 我登记一下 顾婷婷把手伸向顾婷婷 顾婷婷有点犹豫 但还是把学生证交给了顾婷婷 顾婷婷翻开她的证件 看到籍贯一栏赫然写着山东围城 顾婷婷纳闷 首富不是江城人吗 你的籍贯怎么是山东围城 顾婷婷反应很快 毫无破绽 我家祖籍是山东的 只是目前定居在江城而已 听到顾婷婷这么说 婷婷心想 什么山东 我家祖籍就是在江城 她这是笃定了 没人会真的去查 才敢这么信口开河 我老爸注重隐私 向来把家人的身份信息隐藏得很好 这才给了顾婷婷曾孔子的机会 你说这周末 要带我们去你家大别墅烤肉 顾婷婷眼里闪过一次骄傲 没错 我爸爸给我在学校不远的幸福小区买了座别墅 方便我平时有空过去住住 婷婷心里有不好的预感一闪而过 她说的别墅该不会就是 一个月前婷婷老爸买给她的那个吧 上次婷婷过去 看了一回这个别墅 气派是气派 可惜太大了 婷婷一个人住的话 觉得得慌 装修也太豪气 不符合婷婷的审美 于是就这么闲置着 可是现在怎么突然就成她的了呢 社员们激动地围在顾婷婷身边 首富家的大别墅 哎 我能去吗 婷婷算我一个 我也想去 顾婷婷来者不惧 大方的笑笑说 大家想来的都可以来 小云心里冷叫 别墅的大门 是有人脸识别和指纹识别的 系统上只录入我一个人的信息 我倒要看看 顾婷婷怎么进别墅大门 男朋友王浩宇约了我在学校操场 王浩宇是学生会会长 虽然家境一般 但是长得帅 能力强 人又上进 对我更是百分百的迁就 交往半年 我对她非常满意 决定在观察一阵子后 就可以带她回家见见家长了 浩宇 你知道顾志强的女儿吗 婷婷打算慢慢 跟她坦白她的身份 浩宇却意外地看了婷婷一眼 你说大一的那个顾婷婷吗 没想到连王浩宇 都听说了这个假消息 这倒是让婷婷非常被动 婷婷沉思几秒 决定在打假顾婷婷之前 先不透露 她是顾志强女儿的身份 免得王浩宇觉得 婷婷是在开玩笑 对 就是那个顾婷婷 没接触过 不熟 婷婷想想 也是 王浩宇就是直男一个 能对顾婷婷有什么了解 于是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王浩宇很忙 说完就走了 这时婷婷对面来了一个人 一看却是顾婷婷 顾婷婷学姐 原来王浩宇学长 是你的男朋友啊 我看上她了 学姐 主动退出吧 条件随你提 从小的教养告诉婷婷 做人要低调 千万别学要 是以婷婷作为真正的首付千金 二十年来从来都没有说过 一句这么狂的话 今天却从一个冒牌货的嘴里听到了 婷婷冷笑一声 恶意满满 那你说说 你能出得起什么样的条件 顾婷婷高傲地说 学姐已经大三了吧 等你毕业了 我可以推荐你进故事集团工作 并且给你开七位数的年薪 就这 顾婷婷笑了 也就是说 你现在什么条件也拿不出 就想空手套白狼 顾婷婷丝毫不认怂 学姐 我希望你格局可以大一点 别光盯着眼前的一点点小利益 她高高在上的姿态 让顾婷婷反感 顾婷婷仔细细 从头到脚用眼神扫了她一遍 然后悠悠说 你说你是顾家的大小姐 我不信 顾婷婷看到她的瞳孔急剧一缩 但很快找回气场 说的 我是不是顾家大小姐 等周末带你到大别墅看过 不就知道了 谁说有别墅 就可以证明你是顾志强的女儿 我不信 没准那个别墅是你租的 你这头发是刚做的 看着挺有光泽的 可你发质好差 以前很少保养吧 指甲做了美甲 手上也涂了粉底 看着精致 不过你的手指好粗 跟常年干活的人一样 难道顾家大小姐 平时还需要干粗活吗 衣服和首饰都是大牌 像是精心打理过的 不过跟你的气质完全不搭 你的穿着打扮 真是怎么看怎么别扭 该不会衣服是你偷的吧 原本就心虚的顾婷婷 被一句偷的 被刺激的炸毛 丢下一句神经病 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婷婷乐乐 她该不会真的是小偷吧 这天顾婷婷刚到学生会办公室 就看到王浩宇被顾婷婷纠缠着 顾婷婷是真的怒了 顶着我的身份插足我的感情 顾婷婷可以更不要脸一点吗 贾千金当小偷还不过瘾 你现在直接当小三是吧 我发誓 这是我这辈子说过的最难听的一句话 顾婷婷本来就心虚 一句质地有生的贾千金 最能气到她发抖 顾婷婷 谁是假的 顾婷婷拉下脸来 还用我再说一遍吗 又吐又丑 谁给你的自信敢冒充白富美 婷婷终于把心里话给说出来了 婷婷以为王浩宇是被纠缠的那个 理所当然地以为她肯定是站在婷婷这边的 没想到打脸来得这么快 王浩宇挡在了顾婷婷的面前 皱着眉对顾婷婷说 顾婷婷 你少说几句 婷婷不是你想的这样 白天还跟我说和她不熟 晚上就叫上婷婷了 不是我想的这样 那是哪样 顾婷婷盯着王浩宇的眼睛质问 我这个人其实很好说话 但在感情里 我只喜欢被明目张胆的偏爱 我要我的男朋友 无论是错还是对 都只站在我这边 如果她做不到 那我就把她踹开 婷婷愿意听她解释 可她一个劲推婷婷走 我先陪你回宿舍 回去路上跟你说 顾婷婷指着顾婷婷说 不用回去 就当着她的面解释 现在有的是时间 你可以解释啊 王浩宇吱吱吱说不出来 顾婷婷见到这种情况 得意地笑了 事情就是我对王浩宇学长表白了 浩宇学长答应给我一个追求她的机会 听到顾婷婷的话 要说婷婷此时此刻的心情 简直可以用晴天霹雳来形容 不是婷婷对王浩宇有多深情 她只是接受不了两件事 第一 她看走眼了 看上一个墙头草 第二 墙头草放弃我 倒向一个骗术拙劣的丑女孩 她甚至还没吃到顾婷婷给她画的饼 就这么倒戈了 婷婷转身就走 婷婷知道她和王浩宇之间玩完了 也为婷婷有爱情洁癖 无法接受一个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渣男 王浩宇追了上来 路上她拼命向婷婷解释 婷婷 你听我说 顾婷婷问我她能不能追我 我怎么回答吗 我只能说这是她的自由 别的我真的什么也没说 求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我不会接受她的 我只爱你一个 王浩宇扯着婷婷胳膊 一路从教育楼扯到了教学楼 放手 放手 你以为我读幼儿园吗 以为三两句话就可以骗我回头 就在这时候 教学楼里走出来一个人 这人直接走到婷婷他们面前 你谁啊你 你没事吧 婷婷看向男生 一双大大的耳朵 她的脸有点眼熟 张小马 婷婷脱口而出 男生一愣 像是没反应过来 婷婷竟然知道她的名字 随即朝婷婷点了点头 她怎么办 婷婷看向王浩宇 王浩宇连忙对婷婷说 婷婷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会跟你解释清楚的好不好 刚才的事真的是误会 婷婷心里觉得很悲哀 这个两面三刀的男人 是不是一直把她当作好骗的大冤种 婷婷不打算就这么放过她 她改耍婷婷 婷婷就让她尝尝什么叫尝仔都会情侣 婷婷拿出手机拍下王浩宇狼狈的样子 婷婷边录视频边说 王浩宇 我们交往了两年 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只要你在视频里再说一遍 你刚才说过的话 你说是顾婷婷在单方面纠缠你 你对她没有好感 你绝对不会接受她 只要你说了 我就原谅你 王浩宇 你敢不敢说 她的表情由红转轻 由轻转红 婷婷对她心里的想法一清二楚 如果真说了上面的这段话 那别说是顾志强的女儿了 换成是任何一个有自尊的女孩 都不会再接近她 而她不想错过顾志强的女儿 顾婷婷 我们分手吧 终于得到意料之中的结果 婷婷吃笑一声 冷静地关掉视频 王浩宇低着头直接跑远了 其实婷婷的心里 没有外表看来的那么平静 那一瞬间 婷婷真的特别想冲过去 一脚把她踹翻 再大声告诉她 白痴 我才是那只你想摊上的金凤凰 你曾经离机会只有一步之遥 可惜现在永远错过了 但是我没有 我校园女神的人设不能蹦 我告诉自己往好处想想 在我对王浩宇的感情 还没有那么深的时候 让我看清楚她的人品 也算是件好事 我回头打算谢谢张小马 一阵风吹过 带着沙子近了眼睛 我忍不住揉了揉眼 张小马却误以为我哭了 别哭 她不值得失去你 她会后悔的 婷婷心想 这人看着冷冰冰的 没想到还挺会关心人 知道了 第二天 王浩宇和顾婷婷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 顾婷婷在艺术楼前遇到了他们 顾婷婷学姐 我没有见面了 顾婷婷吃笑一声 贾千金和劈腿男 真是天生一对 贾千金 你打听好对方的家事了吗 这么迫不及待的倒贴 小心到时候人才两空 学姐不识货 我识货 浩宇学长的价值 我比你更清楚 那周末的别墅之旅 我拭目以待 正在这时 张小马走了过来 你怎么在这 恰好路过 不想看你书 来帮你一把 婷婷明白了张小马的话外之音 分手遇上前男友 谁没对象谁可悲 她这是在帮婷婷找回场子呢 婷婷点点头 轻轻说了句 谢谢 今天是艺术社开社团会议的日子 偌大的教室里 吴泱泱做了一大波的人 张顾婷婷召集了所有的社员来开会 其实是有个比较重要的事要宣布 故事集团旗下的艺术小镇 发来邀请函 邀约50名艺术社的社员 前往艺术小镇观光学习一个月 关于艺术小镇的来源 还要从两年前说起 大一那年 我竞选上了艺术社社长 一高兴就心血来潮 给老爸打了的电话报喜 没想到当天下午 学校就收到一笔来自我老爸的巨额投资 指明了要拨给学校的艺术社使用 要不是我强烈反对 老爸甚至想直接坐飞机 来我们学校 给我颁发一个荣誉勋章 为了让我做好艺术社长的宝座 老爸大手一挥 在城南投资建设了一个文化艺术集散地 名字叫艺术小镇 小镇引进了2000多家时尚企业 上百名的国内外顶级设计师 聚集于此 因为我不想暴露身份 所以老爸以公司的名义 跟校方签约了一个人才导入协议 对外宣称校企合作 以创业带动就业 打造时尚产业人才高地 学校每年都会定期输送 艺术社的社员进艺术小镇学习 久而久之 别人都以为这是合同里预定好的 其实他们都不知道 所有的名额 都是由我来直接指定的 跟协议没有半毛钱关系 看到社员都来了 婷婷开始点名 美术系的张晓云 李丽 陈东 产品设计系的王卢远 以上50名同学 明天早上10点之前 在校门口集合 坐学校安排的大巴车 前往艺术小镇学习一个月 被点到名字的学生 高兴地欢呼了起来 毕竟能去艺术小镇 对于学生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历练机会 甚至在以后求职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强有力的优势 婷婷正准备说一些注意事项 顾静静的小跟班李秀星 突然跳了出来打断 学姐 你私心也太重了吧 凭什么选的都是和你要好的人 要说 我选的都是和我要好的人 那纯纯是种污蔑 首先 当社长最起码的要求 就是一碗水必须端平 否则他当能考上这所大学的高材生 都是泥巴捏的吗 我不公平的话 谁能服我 其次 我也是要脸的 小镇就是我家 企业高管都是认识我的 输出一波关系和我要好 但是无才无能的人 最后丢的还不是我自己的脸 所以不用我亲自出马 就有社员替我出头 你凭什么说学姐不公平 没错 这个名单里的人 都是公认的有能力的 而且大部分人都大四了 需要实习的机会 你一个大一的心声 不懂规矩 瞎说什么 小跟班怂了 她小声说 静静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凭什么都是学姐说了算 顾静静之前 接二连三的被婷婷戳中痛点 心里早就拱了满满的火 借机找茬说 秀秀说的没错 艺术社没道理 是你的一言堂 我提议重新选人 婷婷眼皮都懒得抬 艺术小镇不是故事集团旗下的吗 让谁去实习 还不是故大小结一句话的事 顾静静马上就意识到事情不妙 立即拒绝 公司的事都是我爸爸做主的 我不会插手 安排各把人实习而已 怎么能算是插手呢 还有谁想一起去实习的 去求一求顾大小姐不就行了 小跟班看顾静静的眼神亮了 小云心里偷笑 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没在理会黑着脸的顾静静 小云对需要去实习的社员 说了些注意事项 又公布了本学期的活动 比赛等等 然后宣布散会 会后张小马约婷婷出去走走 女生的第六感告诉婷婷 张小马对她肯定有意思 两次接触下来 婷婷倒是不反感的 于是他们一起去江边散步 婷婷边走边等她表白 可张小马东拉西扯的 就是说不出主题 我问你 你是不是喜欢我 张小马脸都僵了 半晌后点点头 我喜欢你两年了 婷婷有点意外 那你怎么从来没有对我表白过 张小马头一低 想来冷硬的人 这会儿看着竟然有点落寞 准备表白的时候 发现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不过我刚失恋 还不想这么快 就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你先别拒绝 听我把话说完 我比你大一岁 目前大四 读的是医学专业 我家里条件还可以 父母都是民事里的人 我对自己的感情有了解 对你绝对不是一时兴起 我喜欢了你两年 也有终身爱你的打算 我很感谢 不过抱歉 我还是要拒绝 对不起 婷婷话还没说完 张小马脸色一紧 急忙打断 你不用这么快做决定 给我一个机会 我们先相处试试 可以吗 婷婷突然觉得 她还挺可爱的 仔细想想 似乎她的每一次出现 都能让婷婷觉得挺愉快 既然这样 那不如就相处试试 好吧 那给你一次机会 宿舍里 前一秒婷婷 还回忆着张小马高兴地 想支二哈的脸 下一秒就接到了老爸的电话 什么 你让我相亲 和谁 婷婷老爸小心翼翼地说的 是你梁阿姨家的儿子 小时候你叫他哥哥的 你还记得不 你幼儿园的时候 很喜欢跟他玩的 不是 为什么突然要我相亲呢 难道我们家破产了 需要我商业联姻吗 不是的 其实是你爷爷 给你和小石头 订过一门娃娃亲 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还玩什么娃娃亲 我不认 不认 不认 当然不认 只不过这次 你梁阿姨突然提出这件事 再说我们两家 也算三十只娇了 这我拿好意思拒绝 乖女儿 你放心 我的意思是 你就去见一面 事后我就说 你没看上她儿子 挂了电话 婷婷觉得脑袋秃秃的 这个亲不相也得相 不过上有正策 下有对策 第二天 婷婷故意迟到了半小时才到 没想到 男方比婷婷更拽 她还没来 又等了十多分钟 婷婷远远看着张小马走了过来 婷婷是我 坐在咖啡厅里 婷婷终于知道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张小马 也就是梁阿姨的儿子 昨天向她妈妈透露 她正在追求喜欢的女孩子 梁阿姨一向很开明 十分赞同儿子 追求真爱的行为 但是她突然想到 自家老爷子 曾经和顾家的老太爷 也就是婷婷的爷爷 订过一门娃娃亲 后来张家去了京城 而顾家留在了江城 也为发展方向不同 所以两家的后辈交集不多 虽然谁也没把这件事当真 可梁阿姨觉得 必须要给娃娃亲一个交代 于是给儿子出了个主意 只要两人相亲一回 事后就说没看上 这事不就了结了吗 正好得知婷婷和张小马 在同一个城市 于是就有了这一回的相亲 婷婷哭笑不得 张小马却乐得眉飞色舞 她说 我们是亲礼姻缘一信签 就在这时 婷婷手机上却突然来了个电话 是美术系的李李 喂 什么事 学姐 我们到了艺术小镇 小镇工作人员在清点名单的时候 发现有几名同学 和对方收到的实习名单不符 名单上美术系的张小云 和设计系的王卢元等 好几个同学的名额都没了 换成了李秀秀 承看这几个和顾静静 比较要好的大义新生 李李的意思很明显 实习名单被顾静静动了手脚 婷婷突然想到 昨天她把实习名单 放到部里老师办公桌上的时候 王浩宇和顾静静也都在场 这时一定是他们干的 所以他们明知道 老师的办公室有摄像头 还是明目张胆的更换了实习生名额 婷婷想她大概猜到了顾静静的心态 她以为实习名额是学校安排的 对接人也只认名单而已 而丢了名额的学生 大概会认为小镇是因为首付千金的命令 才更换名额的 也不敢闹事 她这是在赌 可惜她注定会输 好的 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 婷婷忍不住嘲笑他们的愚蠢 他们这是主动找死啊 随后 婷婷给艺术小镇的实习负责人 打了一通 电话两个小时后 顾静静的小跟班等人 就灰溜溜的被赶了回来 跟着一起来的 还有负责校企合作的王主管 王主管带着像安纯一样的几个学生 杀到了艺术系主任的办公室 把几个学生 私自更换实习名额的事情 原原本本的和系主任说了一通 李秀秀等人 自然不会白白背下这个黑锅 立马把顾静静给攻了出来 婷婷到办公室的时候 正听到李秀秀哭着解释 王主管 真的不是我们换的实习名单 我们只是让顾静静 给我们一个实习的名额而已 李秀秀哽咽着补充了一句 顾静静就是你们顾氏集团的大小姐 她爸是顾志强 王主管是认得婷婷的 为防她现在就戳穿顾静静 婷婷立即走了进去 王主管见到顾婷婷 连忙就要说话 婷婷却用安抚的眼神示意 她先别出声 婷婷还想看看顾静静 到底怎么进自己的大别墅呢 王主管清了清嗓子 我本人不认识顾大小姐 不过不管是谁犯的错 希望学校都可以公正处理 不要训思 系主任连忙点头 我保证学校一定会严惩肇事者 周末很快就到了 对顾静静持怀疑态度的同学 早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见见首富家的大别墅 顾静静对这一天也是格外重视 浩浩荡荡地领着几十个人 到了紫金山别墅的门口 这就是顾静静爸爸给她买的别墅 顾静静指着偌大的别墅 抿嘴一笑 看到真有别墅 原本认定顾静静造假的同学 心里也有点不确定了 人群里叽叽喳喳 羡慕开来 好大的别墅 不愧是首富的手笔 王浩宇也来了 一脸的鱼有熔烟 仿佛这别墅是他家的 婷婷约了张小马一起过来看热闹 婷婷一抬下巴 直指顾静静 大门只录了婷婷一个人的信息 婷婷倒要看看顾静静怎么进去 张小马漠不关心地扫了眼顾静静 把随身带着的水壶打开 递到婷婷面前 喝点水 还真有点渴了 婷婷咬住吸管 咕咚咕咚喝起来 一群人在外面观摩了好久 顾静静终于走到门前准备开门 婷婷以为她要用指纹或者刷脸解锁大门 不由地勾着脑袋去看 没想到她却突然按下了门铃 门铃 别墅里有人 我猛了 谁在别墅里 过了一会 一个五十岁上下的雍人打扮的阿姨 从别墅里走了出来 把顾静静迎了进去 这下连张小马都露出了不解的表情 婷婷赶紧给老爸打去了一个电话 喂 爸 你是不是给我安排雍人了 没错 安排了个看房子的 五十来岁 姓孙 王秘书看的女儿跟你是同个学校的 比较有缘分就选了她 怎么了 女儿跟婷婷是同一个学校的 婷婷一下子就瞄懂了 原来顾静静是给她看别墅的阿姨的女儿 婷婷决定要把这阿姨辞了 另外还要告她带人非法侵入民宅 很快 保安和警察就到了 而顾静静的烧烤party 才只是刚刚开了个头 蹲下都不许动 有人举报你们非法入侵民宅 几名警察亮出证件 十几个保安手持工具一字排开 一群大学生那见过这个镇长 全都傻了眼 直到有人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都交代了一遍 为首的警察才走到顾静静的面前质问 你说你是这座别墅的业主 顾静静脸色惨白如纸 被当众揭穿身份的恐惧 让她说不出话来 她把求助的目光看向孙阿姨 期待她能说点什么 不用看了 警察事实打断 冷着脸说 我们已经和真正的业主打电话核实过 这别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还不老实交代 想让我带你去局子里慢慢说事吗 警察的恐吓起了作用 孙阿姨脸色惨白 我说 我说 我是这里的庸人 静静是我的女儿 她说要带同学来这玩 我想别墅平时空着也是空着 就同意了 这件事都是我的错 跟静静没关系啊 这一下 人群直接炸开了锅 顾静静是顾家庸人的女儿 她竟然好意思说 自己是顾家的大小姐 顾静静太扭了 论不要脸 我真的就服她 她竟然敢玩这么大 在一句句的嘲讽里 顾静静浑身发抖 然后直直地晕了 王浩宇的脸色惊得 好像见了鬼 死死盯着晕在地上的顾静静 像是要把她砍穿个洞来 闹剧结束 除了几名学生 被喊到警局做笔录之外 其余的人都回学校了 顾静静借着母亲 在顾家当庸人的机会 冒充顾志强的女儿的消息 第一时间席卷校园 成为人人插鱼饭后的谈资 大过的处分 但是等待顾静静的 还不只是一个大过这么简单 婷静老爸在给她买别墅后 顺便让王秘书 在别墅里准备好了 婷静的生活用品 服装 首饰 当然这些都是名牌 顾静静身上穿的 用的伪装自己是白富美的资本 都是她偷用 或者偷卖别墅里的东西得来的 婷静让王秘书 核算好损失后 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顾静静即将面临几十万的补偿 拿不出钱就有可能进小黑屋 另一边 许久没见的王浩宇 托关系找人带给婷婷一段视频 她想约婷婷见面 视频里 王浩宇憔悴不堪 右手举了把水果刀抵在左手腕 她深情地对婷婷说 婷婷 我自始至终爱的只有你 我只想再见你一面 如果你不肯答应 我就把这一刀划下去 我在贵宾酒店的606房间等你 王浩宇的行为让婷婷不迟 如果她约婷婷见面的地方 不是在酒店 婷婷原本已经打算让事情就这么过了的 毕竟王浩宇已经声名狼藉 婷婷没必要再对付她 可她明显还在侮辱婷婷的智商 用自杀来威胁婷婷去酒店 如果婷婷去了 她接下来打算对婷婷做什么 婷婷心想 跟我玩心机 那我就奉陪到底 婷婷转头就把酒店名字和房间号 发给了顾静静 顾静静一直以为王浩宇是个富二代 婷婷相信被债务缠身的她 一定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自从婷婷设计让顾静静和王浩宇酒店见面后 又过了半个月 王秘书说顾静静已经把欠下的欠款 全都不及了 婷婷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顾静静还债的钱 肯定是来自于王浩宇的 王浩宇不清楚婷婷送她的东西有多值钱 但是顾静静倒是清楚得很 不过即便是她拿了王浩宇身上的东西 不管是骗的还是偷的 那都与婷婷无关 这段时间 婷婷和张小马正奉旨谈恋爱呢 对于这段感情 两家的长辈都非常看好 婷婷本人也在一天天的相处中 越来越沉浸其中 他们经济实力相当 相处的时候轻松又自在 完全不用像对待王浩宇一样 小心翼翼顾及她的感受 他们三观和爱好相似 在一起的时候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 就算彼此安静沉默 也不会觉得冷场 有时候婷婷甚至觉得 顾静静是老天爷派来帮她的 她一出现就用照妖镜 照出了王浩宇的真面目 还让她捡到了张小马这个大宝贝 这么说来 顾静静简直是婷婷的恩人 之后 婷婷不再关注王浩宇和顾静静 只专心过好自己每一天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 学校又传开一个大新闻 王浩宇杀人未遂 被羁押了 下午五点的时候 婷婷和张小马正在吃晚饭 学校里传来了警笛声和救护车的声音 声音往湖边去了 等他们吃完了 才从同学口中得知 顾静静被王浩宇推下了湖 被恰好路过湖边的同学看见 于是报警了 顾静静被救护车拉走 王浩宇被羁押 又过了几天 婷婷从同学的口中 得知了事情的完整始末 那天 顾静静到了酒店房间 敲开门后见到了王浩宇 她原本是想求王浩宇帮她还债的 王浩宇当然不肯 于是她直接迷晕了王浩宇 偷走了王浩宇的手表 还私自拍下了不少不雅的照片 打算以此来威胁王浩宇 顾静静便卖了手表 之后还清了债务 但很快她身上又没钱了 她不肯回学校 怕被同学耻笑 可她妈要她面对事实 把她从家里赶了出来 她没地方可去 又没钱住宾馆 于是只能用不雅的照片 威胁王浩宇给她送钱 王浩宇家境本来就不好 当然没钱给顾静静挥霍 可顾静静不信 以为王浩宇是因为 记仇才不肯给自己钱 她质问王浩宇 明明你身上的一块表 就价值几十万 为什么偏偏不肯借几万块钱 给我应急 王浩宇根本不知道手表的事 一再追问顾静静 才知道被顾静静拿走的那块手表 价值几十万 她当即要顾静静归还手表 还说 手表是婷婷送我的生日礼物 你赶紧还给我 顾静静当然不相信 以为这是王浩宇找的借口 于是真的在校园网上 发了一张在脸上打了马的照片 来吓唬王浩宇 她没想到这一行为 会让原本就精神紧绷的王浩宇 彻底崩溃 王浩宇在湖边找到顾静静后 二话没说 直接就把她推下了湖里 刚好路过的同学看到了 及时报了警 顾静静才没什么大碍 不然王浩宇就真的成了杀人凶手了 这件事一出 轰动太大 情节太过恶劣 王浩宇和顾静静 两人直接被学校下了开除处分 从此以后婷婷也没见过顾静静 而王浩宇被判了刑 关进了小黑屋 婷婷去小黑屋见过她一面 王浩宇见到婷婷的时候 后悔不迭 泪流满面 婷婷 是我对不起你啊 我之前约你去宾馆 其实打算跟你发生点关系 最好拍下视频 这样一来 即便你不原谅我 我也可以以此威胁 继续和我在一起 我知道错了 老天爷一定是为了惩罚我 才让我被顾静静迷晕的 婷婷 你送给我的表价值几十万 是真的吗 顾婷婷点点头说 是真的 除了那块表之外 情人节送你的腰带 新年送你的兄针都不便宜 等你出狱了 可以卖了换点钱 还有 我忘了告诉你 我才是古志强的女儿 王浩宇崩溃了 她替此横流 大声诅咒顾静静 又不停地甩自己耳光 婷婷看着完全没了精气神 仿佛老了十岁的王浩宇 回去的路上 婷婷有些感叹 原来前途光明的高材生 和铁窗里的囚徒 只有一强之格而已啊 婷婷惋惜地摇了摇头 张小马紧了紧握着婷婷的手 对婷婷说 所以说 人可以贪心 但不能贪婪 如果不能控制欲望 那就只能被欲望摧毁 还好 我这辈子只贪心你一个 婷婷心里一暖 嗯 就这么说定了 一辈子 我们只贪心 对方一个人 老公 不喝了 我准备带小云回去住几天 过几天 我带我爸过来 一起谈谈婚事 咱们两家人坐在一起聊聊 行 没问题 没问题 都听你们的安排 我待会还要和你 小舅子去看房子 准备去交首付 小云 你就跟浩宇回去吧 对啊 姐夫我妈说的是 你们就别跟着操心了 好好安排你们的婚事吧 妈 你记得把钱存银行啊 不然这么多 不安全的 你这丫头 有什么不安全的 一会我们就拿去交首付了 阿姨 那我们就先走了 姐夫 你等一下 我有个同学是你们村的 听说你们那里拆迁了 有这回事吗 拆迁分了多少钱了 女婿 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下 你听谁说的 哪有这么回事啊 姐夫 我可是听说你们家拆迁款 就有三四百万 还有三套房呢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哎呦喂 我的好女婿啊 拆迁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呀 我好让小云去你家看看 能不能有什么忙可以帮的 是然老公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都不和我说一下呢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我爸也是刚刚跟我说的 你爸真不是个东西 连自己的儿子竟然都瞒着 浩宇不是岳母说你爸 你爸肯定是把你当外人了 要不然 怎么现在才告诉你 你说我可以 请你不要说我爸 我爸怎么样对我 我自己心里清楚 姐夫啊 今天我们一起去你家呗 正好问问你爸 你们家分的三套房子在哪 对啊 女婿 趁着今天抓紧 把你和小云的事情定下来 我去和你爸谈谈嫁妆的事 你看你都给了六十万彩礼了 小云的嫁妆 肯定不能太寒酸了吧 这个就不用了 我爸今天没空 拆迁的三套房子 就在市区 老公 真的吗 那拆迁款具体是多少啊 好像是三百万吧 反正我也记不太清 我爸说了 一套房子写你的名字 还有两套房子写我 真的吗 谢谢老公 哎呦喂 女婿 你们家三套房子都在市区呀 那小马正好要买房子 你们家三套房子都在市区 那我儿子就不用买房子了 阿姨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没听明白 你今天给的三十万彩礼 你拿回去吧 阿姨之前是想考验考验你 是不是真的爱我女儿 你表现得很好 浩宇 说实话 我从一开始就很看好你 小云嫁给你肯定是不会错的 阿姨 你这是闹得哪出啊 你不要这三十万了吗 有三十万就够了 阿姨怎么会要你六十万呢 妈 你怎么回事啊 那我怎么买房子 首付要六十万 你忘记了吗 你这个傻儿子 还不快点谢谢你姐夫 什么意思 你姐夫不是分了三套房在市区吗 你姐一套 你姐夫一套 剩下一套不就是你的吗 这三十万 就当小云他弟买你的房子了 阿姨 你没开玩笑吧 这一套房子最少要上百万 你让我分一套房子给小马 是啊妈 你太过分了 怎么可以这么做 阿姨这不是在跟你好好商量的吗 姐夫 我也同意 这样我就不用还贷款了 以后压力也没这么大 我不同意 阿姨 你真的太过分了 我的好女婿 你再考虑考虑吧 小云 你看看你弟和你妈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的好女婿呀 你难道不想娶我女儿了吗 我把三十万退给你 你只要给小云他弟弟分一套房子就行了 我家拆迁分的房子 为什么要给你儿子 姐夫 我妈这也是为了我好 去市区买一套房子 怎么低也要一百多万 你给的六十万彩礼也就只能交个首付 是啊女婿 我退三十万彩礼给你 你就给小马一套房子可以吗 妈 你们也太过分了 我还没有嫁过去 你们就这样了 我实在捣不懂你们了 除非你们把彩礼钱都退回来 我可以跟我爸商量一下 妈 我同意了 你赶快把六十万彩礼退给姐夫 儿子 那让你以后买车怎么办 没事 你退给姐夫就行 至少我以后不用还房贷 我自己赚钱买车 要不然我每个月还得还月工 那行吧 女婿 这六十万你全都拿回去吧 之前的三十万在这个卡里 密码是小云的生日 我真是服了 我警告你们 这是最后一次 如果再耍赖 那这个婚我也不解了 小云 我希望到时候你可以理解我 女婿 你放心 这次肯定不会再出岔子的 姐夫 我也跟你保证 这次肯定不会再出岔子 老公你放心 我妈和我弟弟在反悔 我也饶不了他们 那我回去跟我爸爸商量一下 回到家后 浩宇就把事情跟他老爸说了 你这个傻儿子 你知道没有要求 这一家简直是爱才如命 你现在说这些话 还有什么意思 我希望你可以记住这次教训 分他家套房子就算了 反正家里还有两套房 一套给你 一套给小云 爸 我知道了 对了 你就把那套一百平的 给他弟弟就行了 你可别再傻乎乎 把最大的房子送出去了 好的爸 你放心吧 第二天 浩宇来到了小云家 我的贤婿啊 我盼星星盼月亮 可算把你盼来了 那个是你跟你爸爸谈的怎么样了 是啊姐夫 你爸有没有答应 我爸答应了 现在就可以给你们去过户了 太好了 那还等什么 妈 我们现在就跟姐夫去过户吧 你先等等 儿子你别着急 女婿啊 我问一下 是给我们那套一百八十平的房子吧 没有一百八十平的 只有一百平的 今天就可以过户 王浩宇 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呀 你家明明就分了三套房子 一个一百八十平 一个一百五十平 还有一个一百平 这些我都打听得清清楚楚 女婿你这么做你可不地道啊 我们只要一百八十平的 你怎么可以把一百平的分给我呢 阿姨 做人不要太贪心 做事不要太过分 小云 你看看你妈和你弟弟是几个意思 妈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老公 你别着急 我说说他们 你不用说我 我不管 今天浩宇要是不把一百八十 哪有人结婚不给彩礼的呀 不对啊 我明明就给了你们一套房子 说好了当彩礼的 你们怎么又反悔了 谁说那个房子是彩礼了 谁可以作证 那个房子明明就是你 送给我儿子的礼物 彩礼六十万 你可是还没给呢 就是啊 姐夫啊 那个房子是你自己说 资助我以后结婚的礼物 你们欺人太甚是不是 真以为我们家好欺负 女婿 现在亲朋好友都在这看着呢 你不嫌丢人吗 是啊 姐夫啊 你就按照我妈说的做吧 你们简直是太欺负人了 这时 浩宇的爸爸赶了过来 儿子 出什么事情了 新娘呢 怎么还没出来 大家都在等着呢 爸 你问他们 他们现在又狮子大开口了 什么叫狮子大开口 亲家公 你们家还没给彩礼呢 怎么回事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不是把一百平的房子 过户给你们了吗 怎么突然又变卦了 我不结婚了 你们把房子给我退回了 真以为我好欺负是吧 臭小子你说什么 今天这么多亲戚朋友都到了 你还说出这话 你是要让你爸的脸都丢尽吗 到底怎么回事 亲家母 你先让我儿子把小云接出来 这么多人在这看着呢 那可不行 你得先把你没给我的东西 给我才行 你听说过娶媳妇不给彩礼的吗 我儿子不是已经过户 给你们一套房子了吗 叔叔 你误会了 那个房子是姐夫送给我 以后的结婚礼物 对呀 那天说好了 那房子是送给我儿子 以后结婚用的 我可没有说今天不要彩礼 原来你们一家子人 都在给我下套 小云他知道 你们这么做吗 女婿啊 小云现在被我锁在房间里了 他什么也不知道 姐夫 你就给了吧 反正你们家拆迁分三百多万 你就拿出来六十万 也要不了你的命 是啊女婿 我可是你丈母娘 你就当孝敬我了 以后我也不管你和小云了 造孽啊 我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啊 爸 你别生气 大不了结婚 我们就不结了 你这个不孝子 那天你们到底是怎么谈的 你今天不结婚 是不是想让爸爸在背后 被别人戳几两骨啊 我的老脸都要被你丢结了 爸 那天说好了一套房当彩礼的 那六十万是他家主动推给我的 我真没想到 他们竟然这么做 女婿 你说话注意点 什么叫下套 我又没说 以后不要彩礼了 亲家母 你们这么做也太过分了吧 说好的事情 怎么能又变卦呢 今天是孩子们的大喜的日子 你这样做 让亲戚看见了 该怎么评价咱们 反正我不管 你今天必须得给我 叔叔姐夫 你们就答应我妈吧 做人不要这么想歉 去你的 就你家这样的 这个婚我不结也罢 你这个不孝子给我闭嘴 今天必须结婚 不然以后爸爸都没脸见人了 亲家母 你先让小云出来和我儿子办婚礼 结束后 我再把六十万给你 你看可以吗 那可不行 得先让我拿到钱 那这样吧 我卡里现在只有二十万 我先给你二十万 剩下的办完婚礼 我去娶给你 妈 这样也行 你别把姐夫逼急了 行吧 那你得给我打欠条才行 你们太过分了 爸 这个婚我不结了 你不要答应这种人 儿子 爸爸为了你的幸福 做什么都愿意 亲家母 这欠条我写 就这样 浩宇的爸爸当场就赚了二十万块给了小云的妈妈 并写下了四十万的欠条 小云妈妈看到钱到账了 才放浩宇 他们进家门 姐夫 我姐妹吧 你别跟我说话 张晓云 你赶紧给我起来 老公 怎么了 是我今天不好看吗 你还有脸问我怎么了 你是不是联合你弟和你妈在这一起给我下套 老公 你在胡说什么呀 发生什么事了 我一直在房间待着呢 我什么也不知道啊 你妈和你弟弟刚刚逼着 我再给你们六十万彩礼 不然就不让你嫁给我 而我爸为了我们能结婚 都已经给你妈打欠条了 怎么可能啊 妈 浩宇说的都是真的吗 女儿 你见过哪家结婚不要彩礼的 妈妈这也是为了你好 六十万彩礼都不肯出 那你嫁过去 岂不是跟着一起受苦吗 老太婆 你别以为你是小云妈妈 你就可以胡说八道 我对你已经是忍无可忍了 要不是因为小云 我早就揍你了 女儿 你看 这就是浩宇的真面目 你还没嫁给她 她就这样了 你嫁过去 她还得了 妈 你们为什么又要彩礼啊 我老公不是已经给我弟弟一套房子了吗 为什么你们还要啊 那个房子 就当是浩宇给你弟弟以后 王浩宇他妈告诉我 当他儿媳妇 必须满足四个条件 不能要彩礼 家务要全包 工资要上交 必须生男孩 我说 我找老公 只有一个条件 必须父母双亡 谈恋爱一年 王浩宇提出带张晓云见家长 张晓云听了 满心欢喜的就答应了 随后准备了不少礼物带去 临出发前 张晓云才知道 今天见面的地点是在餐厅 而不是男友的家里 王浩宇尴尬地笑了笑 小云 我妈说第一次见面 外面更合适点 张晓云心里 突然有些不舒服 不让去家里 是因为他妈觉得 我还没资格进他家门吗 到了餐厅 张晓云主动将礼物提了上去 笑脸相迎 阿姨 第一次见面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就随便买了点东西 希望你不要嫌弃 谁知道 浩宇他妈连眼皮都没抬 直接伸手接过 随手放在座位下方 王浩宇叫来服务员 准备点菜 却被他妈给拦住 他妈看着张晓云说道 晓云 既然我儿子带着你来见我 那说明 他是奔着结婚去的 要当我家儿媳妇 就得满足我四个条件 你同意吧 这才第一次见面 话都没聊两句 未来婆婆就要晓云 答应他四个条件 晓云想着 或许他妈是急着 让我们结婚 先谈谈理解什么的 便点了点头 阿姨 您说 我听着 他接下来的话 简直震碎了晓云的三观 他妈眉头微皱 用一种几乎命令的投文说道 我的四个条件就是 不能要彩礼 家务要全包 工资要上交 必须生男孩 不答应 婚事就没商量 晓云愣了好一会 才反应过来 转头惊讶地看向王浩宇 必须答应这四个条件 我们才能结婚吗 王浩宇表情一脸淡定 晓云 我妈说的这些 也是最基本的吧 晓云以为男友 会斥责他妈妈太过分 毕竟现在都21世纪了 谁家会用这种条件娶姑娘 晓云家条件不差 比起王浩宇 他家好太多了 不要财力 晓云可以答应 父母原本也计划 结婚后 也是让晓云带回去的 当做小家庭的资金 若是王浩宇家真的太困难 也不是不可以省掉 到时候走个形势就好 可是眼下王浩宇妈妈这条件 分明不是想让晓云扶贫这么简单 是把晓云当成一个免费保姆 外加倒贴的生育工具 只要是个人 都不可能答应这种荒唐条件 晓云压住心头的愤怒 冷笑地看向浩宇他妈 阿姨 你说的这些条件 我都可以答应 但是我结婚也有一个条件 浩宇他妈 表情有些不耐烦 说吧 就知道你这丫头不简单 若不是我儿子看上你 我根本就不会来见你 她那口气 仿佛出来跟晓云见一面 是多大的恩赐一份 真想问问她是哪国的总统 以为自己是天上的王母娘娘吗 台场有这么大 晓云冷笑地看向他妈 阿姨 我找老公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必须父母双亡 她妈愣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晓云说的话 顿时被气得火冒三丈 不顾在大庭广众之下 她看着王浩宇一阵好 看你找的好女人 她居然诅咒我死 你还坐在那里干什么 赶紧给我把她那张嘴撕烂了 王浩宇愤怒地瞪着晓云 那眼神就跟要吃人一样 张晓云 你怎么敢对我妈这样说话 赶紧给我妈下跪道歉 呸 还想我下跪道歉 你这么能耐 怎么不上天啊 简张晓云不动 王浩宇站起身 挥舞左手要来打晓云 晓云快速接住她会打来的手 反手甩开 我只是随性 不是没脾气 对于你和你妈来说 这桌上的免费茶水 更适合你们 说完之后 晓云抄起茶壶 狠狠地朝着两人泼去 随后快速拎起买的那些礼品离开 花了我一个月工资的礼物 凭什么便宜这俩极品 身后传来 浩宇他妈的疯狂骤马声 晓云连头都没回 就当这一年青春喂了狗 晓云以为这段恋爱 就到这里无疾而终了 谁知第二天中午 王浩宇就又来晓云家里 用力锤打晓云家的大门 张晓云 你什么意思 居然敢打我妈和我 你是不是疯了 经过一个晚上的沉淀 晓云的心情已经平复了不少 至少眼下 晓云没有将王浩宇摁在地上 狠狠地踩他俩脚 随后 晓云直接走出去 对着王浩宇平静地说道 你来就是跟我说这个吗 王浩宇却冲着晓云威胁道 张晓云 我命令你 现在马上去跟我妈跪着道歉 不然我跟你分手 赶紧的吧 现在就分 谁不分谁是狗 张晓云 你说这话可别后悔 你已经一把年纪了 除了我 谁能看得上你 我妈说的没错 就是我太宠你 你才敢蹬鼻子上脸 她还好意思说宠我 交往一年 一直都是我在照顾她 刚开始她还算殷勤 经常来接我下班 给我送宵夜 可没多久之后 就以工作太忙为理由 让我帮她做事 周末还喊着 我去她宿舍 给她做卫生 替她洗积累一周的衣服 把我当成免费保姆 难道这就叫照顾 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小云实在没忍住 冲着王浩宇怒吼了起来 有多远 赶紧给我滚多远 张晓云 你打了我和我妈 我妈说 你必须得赔偿至少十万 你妈 你妈 一天到晚都是你妈 你到底是专业嘴涕 还是没有舌头 想要赔偿就去报警 让警察来找抓我 小云浑身的怒火 无处发泄 气得朝着王浩宇 摆了一脚 趁着这个空档 直接进了房间 门外传来 王浩宇咒骂的声音 临走之前 她还撂下狠话 张晓云 你给我等着 会有你哭着求我的时候 第二天 晓云才到公司没多久 就被领导叫去了办公室 晓云 这两位警官找你 晓云女士 你好 王浩宇你认识吧 她报警说 你殴打她和她的母亲 希望你配合 我们走一趟去调查 在派出所里 晓云见到了王浩宇 她的手臂用绷带紧紧地缠着 仿佛受了很严重的伤 至于她妈更夸张 听说已经住到了医院 调出当时餐厅的监控证明 晓云只泼了他们 一壶茶水就离开了 可王浩宇却坚称 她妈是因为被晓云吓到 才会住院的 要求晓云必须赔偿 而她的手臂 则是在晓云家门口 被晓云踹了一脚 骨折了 晓云愣住了 没想到她一脚的威力这么大 还是说王浩宇实在太脆弱 不管怎么说 晓云现在算是被讹上了 王浩宇还拿出了 她妈的住院证明 和她骨折的诊断证明 警察说要带王浩宇 做伤情鉴定 然后再确定赔偿和责任 可是王浩宇拒绝了 他说没时间耽误那么久 他可以给晓云机会私下调解 因为是情侣吵架 警方也建议晓云他们私下调解 当天没谈拢 约定了第二天下午再来谈 从派出所出来 晓云一肚子的火都还没发泄 就被王浩宇挡住了去路 他甚是得意地望着晓云 怎么样 我说不会让你后悔的 现在知道错了吧 晓云 只要你现在赔我十万 再去医院给我妈下跪道歉 只要你答应 我立马就撤诉 不然你就等着进小黑屋吧 王浩宇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我宁愿被关 也绝对不会道歉的 我就不信了 难道法院真的会判我赔给你十万吗 晓云说完 直接就走了 晚上回到家 晓云独自一个人私来想去的 突然想到了一个疑点 白天在派出所的时候 我太慌了 所以当时没觉得有问题 现在越想越不对劲 伤情鉴定赔偿的依据 王浩宇这么想要我赔偿 怎么可能以这个耽误工作 为理由拒绝呢 除非有猫腻 我猛地站起来 拿出手机打给了做护士的闺蜜 幸亏我没太傻 下午的时候留了个心眼 拍了王浩宇的诊断证明 还有CT片 随后发给了闺蜜 闺蜜看完后 恨不得冲过来陪我手撕渣男 晓云 你别怕 我现在就去帮你查 我师兄就在骨科 我让他看看 等我消息 十来分钟后 晓云接到了闺蜜的回电 晓云 重要消息 我师兄说从CT上来看确实骨折 不过他说这片子看起来 不像是成年男子的手臂 持骨更像是女人的持骨 听到闺蜜这么说 晓云心想 难道王浩宇用别人的CT来作假 这渣男能张口就要十万 还真有可能 做出这种欺诈的事情来 我那一脚并不重 人的骨骼那么硬 怎么可能一下子就骨折了 谢过闺蜜后 晓云跟上级请了个假 决定明天去王浩宇他妈住的医院 看看情况 若真的是弄虚作假 晓云决定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渣男 必须要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 晓云刚到病房门口 便听到王浩宇在说话 妈 您就当放假 要吃什么我给你买 再过几天 等张晓云扛不住 自然会给我们打钱 他有笔理财马上到期了 晓云听见这话 气得发抖 难怪王浩宇张口就是十万 原来是盯上晓云存了三年的顶纪 这渣男心思 真是太可怕了 他最好是乖乖把钱拿出来 否则我跟他没完 你也真是的 我不是让你弄断根小指头就好了吗 你何必弄断手臂 万一留下后遗症 该怎么办 站在门口听见这话 晓云彻底惊了 这艘操作 真令人佩服 原来王浩宇的手臂 居然是他妈逼他弄断的 这耸祸怕疼 可能没舍得下手 所以搞了张假片子来糊弄人 真是够愚蠢 弄张假的也不知道验证一下 活该被晓云抓住把柄 现在就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不弄得他们跪地求饶 我就不信张 王浩宇叮嘱道 妈 你小点声 被张晓云听到就大事不好了 他妈语气十分气壮 怕什么 那小贱人指不定现在躲在哪里哭呢 小云故意加重脚步 弄出声大步进门 笑着看向王浩宇那张惊慌的脸 王浩宇他妈看见张晓云 脸色立刻黑沉了下来 张晓云 你把我们母子害成这样 你竟然还敢来 小云没回话 王浩宇以为张晓云没听见他们的谈话 态度也强硬了不少 想和解可以 按我的要求赔偿 否则免谈 十万对吧 刚好我有一笔定期到期了 要赔偿也可以 听见小云这话 王浩宇的眼珠子都亮了几分 你能这么想 说明你还有救 只要你愿意赔钱认错 看在往日的交情上 我也不会为难你 小云看着王浩宇和他妈那得意的表情 钱可以给你们 就是方式特殊了一点 要微信还是支付宝 提现的手续费可得算你的 讹诈十万 连提现的手续费都舍不得住 小云心想 我当初是脑子抽了 还是被王家下了降头 怎么看上这么一个不是东西的玩意 我的钱可以给你们 不过只能烧给你们 王浩宇他妈愣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随后开始哭天喊地的演戏 又是心脚痛 又是头痛响吐 一副马上就要撒手人寰的模样 张小云 我妈要出什么事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行了 王浩宇 你们就别演了 没意思 小云拿出手机 将刚才录的谈话内容放了出来 周围凄惨的哀嚎声逐渐降低 录音播放结束 你们接着舞 接着哭 我去趟警察局 问问你们这种敲诈勒索 有没有人管 这下王浩宇急了 小云 你不能去 可是浩宇母亲 却不慌不忙地说道 儿子 你让他去 你手受伤是事实 我已经躺在病床上 也是事实 看他怎么抵赖 他够不赢的 浩宇母亲说完 眼神得意地望着张小云 受伤是事实 就你这没用的儿子 连邓跟小指头的胆子都没有 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买了一张假CT片子 他也不争大狗眼好好看看 买的还是个女人的 听见小云说的话 王浩宇彻底慌了 脸色瞬间煞白 见王浩宇跟他妈发愣 小云继续放大招 现在呢 CT片就在警察局里 再加上我手里的录音 你觉得你儿子得盼几年 刚才还嚣张傲气的浩宇母亲 也跟着慌了 好姑娘 这回事我不对 要怪 怪我 你别告我儿子 我给你道歉 道歉有用 要警察来干嘛 小云说完 浩宇母亲竟然直接跳起来 在小云面前跪了下去 那我给你下跪 我给你磕头 浩宇母亲情绪异常激动 脑袋壮得砰砰作响 王浩宇急得跺脚 哎呀 小云你快点让我妈起来 她有高血压 待会真的要出事了 说实话 这样的场面 小云确实没见过 看着她妈额头都肿了 小云担心真的出事 便让她妈站起来说话 好姑娘 你答应我的对不对 不告王浩宇也可以 不过我有三个条件 看小云有条件 浩宇母亲似乎还不太情愿 你若不答应 但我没说 浩宇母亲吓得连忙白手 你说 我们听着 第一 王浩宇必须发朋友圈 公开说明情况 跟王浩宇分手后 她便疯狂地发朋友圈 诋毁张小云 这个恶果 必须她自己吞下去 第二 派出所那边 你们自己去车案 说明情况 第三 我这几天的务工费 打车费 全部按照最高标准 给我报销 王浩宇听见小云 要她道歉 还要她赔钱 顿时就炸了 张小云 你这女人怎么这么阴险 当初我怎么就没 看穿你的真面目 你讹诈我不阴险 一早盯上我十万定期 不阴险 和解不了就不和解 我们法庭见 小云说完 就要走 王浩宇怂了 浩宇母亲又跳了出来 我们答应你的条件 我们都答应 王浩宇的单位 对于作风有要求 让官司被抓 那她的工作也别想保住 王浩宇母亲不傻 分得清哪个更重要 王浩宇写了保证书 去派出所销案 还按照小云的要求 发了朋友圈 最让她心疼的 还是赔小云八千多的务工费 气得她当场就哭了 小云心情愉悦地 拿着钱离开 这就是渣男该有的报应 一个月后 小云去商场吃完饭 出来却发现 停在路边 停车位上的车不见了 报了警才知道 原来拖走车的是 抵押公司的人 王浩宇那个王八高子 竟然早就将我的车 给抵押出去 套现了一笔钱 现在到了期限 这笔钱没还上 人家就直接将车子给扣走了 这车子是小云爸爸给她买的 但是小云开车不大熟练 便一直是王浩宇在开 可是小云万万没想到 她居然用这车做了抵押 现在抵押公司 让小云拿钱熟车 否则一个月后 就把车给卖了 我绝不当这个冤大头 原本以为经过上次的事情 我跟王浩宇在无瓜葛 没想到这渣男 还给我埋下这么一颗雷 她既然做得这么绝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小云直接打车 赶到了王浩宇家 里面说说笑笑十分热闹 王浩宇身旁站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打扮得不错 婷婷 你要是跟着我们家王浩宇 享福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跟我分手才半个月 这边就已经安排订婚 无缝侠接的速度够快呀 小云走路的声音 应该被王浩宇听到了 一家人来到门口 王浩宇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张小云 你来干什么 你没做亏心事 这么紧张干什么 浩宇脸上闪过一抹不自然 很快便消失不见 婷婷问王浩宇 浩宇 这是谁呀 没等王浩宇开口 浩宇母亲便抢先道 婷婷 别理这封女人 她就是浩宇 那不要脸的前女友 现在还对我们浩宇死缠烂打 脸皮真是比墙角还厚 看着浩宇母亲这姿态 小云后悔了 阿姨 当初你跪在我面前 不断磕头求我原谅的时候 可是一口一个好姑娘的喊我 怎么现在便连笔翻书还快 听到小云这样说 浩宇母亲急了 大声吼道 张小云 你瞎放屁 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小云冷笑 这才几天就不认了 要不我把视频放出来 给大家伙看看 这下浩宇母亲彻底噎住了 婷婷或许纠结出不对劲的地方 她眼神凶狠地盯着小云 不管你跟王浩宇是怎么回事 我跟王浩宇 是在你们分手后在一起的 今天我订婚 你这样破坏 我绝不容许 你放心 我绝对没有破坏你订婚的意思 像你这样 能答应他妈四个条件的姑娘不多见 我佩服你 祝福你 你说什么 什么四个条件 你还不知道呀 王浩宇他妈可是放话了 要当他家儿媳妇 必须满足四个条件 不能要彩礼 家务要全包 工资要上交 必须生男孩 说完 小云仔细打亮了他眼 点评的 你这屁股够大 生男的应该没问题 周围围观地邻里笑成一团 各种嘈杂的讨论声不绝于耳 老王家这条件 还能找到儿媳妇 祖坟冒清烟了吧 这哪里是娶媳妇 这是找倒贴保姆呀 没想到王浩宇他妈玩得这么花 以后可得多学着点 哄堂大笑的声音 让婷婷的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她拽开王浩宇的胳膊 逼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王浩宇气炸了 婷婷 这女人精神不正常 这都是她编造的 不要听她瞎编好不好 那深情款款的模样 让小云想把去年的隔夜饭 都给呕出来 婷婷是吧 你要是不相信我说的 你可以去城东派出所问问 我不答应 王浩宇还联合他妈敲诈我 最后闹到了派出所 有报案记录 姑娘长点心吧 我这样的雷锋不多了 就你脱离苦海呢 小云还没说完 浩宇母亲就叫喊起来 张小云 你这个混账东西 你还在胡说 我跟你拼了 幸亏小云防着她 她扑过来的瞬间 立刻躲开 趁人没注意 还罢了她一下 王浩宇母亲摔倒在地 大姐 你可得给我作证 不是我推她 是她自己扑过来 没站稳摔倒 我就普通人家的姑娘 可没钱再给她碰瓷 大姐正义敢爆棚地说道 妹子 我们都看着呢 她讹不了你 婷婷眼见这副场面 怒骂着就离开了 浩宇母亲艰难地撑起来 让王浩宇去追人 浩宇 你可别忘了镯子 还真是铁公鸡 到这种时候 还想着金镯子 王浩宇要去追人 被小云拉了下来 王浩宇气急败坏地 看着小云要动手 小云动作比她还快 拽住她的手腕 怒视着她 王浩宇 你今天要是敢碰我一个指头 我保证让你死得很惨 王浩宇气得直跺脚 张小云 你到底想要干嘛 小云冷眼看着她 你偷偷拿我车去抵押 你还问我想要干嘛 王浩宇顿了一下 随即反应非常强烈 她对着小云一阵破口大骂 你撒谎 你胡说 我看你是有精神病 谁拿你车去抵押了 你有什么证据吗 王浩宇 我说你傻 你还不信 你以为你做得天衣无缝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抵押公司有监控 你把我车送去抵押的过程 人家拍得清清楚楚 王浩宇听见小云的话以后 顺问呆愣在现场 小云从口袋拿出 在抵押公司拿到的贷款明信 甩在王浩宇的脸上 抵押二十万 连本带利 一共二十三万 给你一个机会 明天把我车还回来 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王浩宇怂了 坐在地上哭得满脸 都是泪水 我没钱 你这是要逼死我 我突然觉得眼前的男人 有些陌生 在我的印象里 王浩宇一直都是老实敦厚的形象 我正是看中他的老实敦厚 还有质朴和勤劳 否则当初我也不会答应跟他交往 现在我只感觉眼前这个男人 不仅没有半点担当 还懦弱的可怕 剪王浩宇跌坐在地上 他妈挣扎着扑过来 有话你就说 再凑上来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浩宇母亲又开始她最擅长的那一招 呼天喊地地惨叫起来 你个丧门星 把我儿媳妇弄跑了 你还敢叫我们赔钱 我们没找你赔钱就不错了 你也不撒泡尿 照照你自己 就你这样 怎么配进我们王家的门 婷婷家是拆迁户 刚刚拆迁 赔了三套房 你这个乡下野鸡怎么跟他比 婷婷还是独生女 我们王浩宇娶了她以后 就等着收租享福了 我算是明白了 原来浩宇母亲一开始 就没看上我 那些无理的要求 就是想让我别缠着王浩宇 若是我能自动放弃最好 若是我太傻死心眼不松手 他也可以趁机 让王浩宇从我手上拿走我的存款 这老婆子不仅长得尖嘴猴腮 心眼还黑得很 看上人家婷婷家里独生女 想要吃绝户 简直桑尽天良 一手算谈打的贼量 将人算计得连皮都不剩 小云冷眼溺视着地上的浩宇 你要去骗谁 那是你的本事 我管不着 可是这钱你若是不还 我立刻就去告你 王浩宇不顾形象地哭着 求小云 小云 我真没钱 求你放过我吧 你那车子你反正也没开 你不要计较了行不行 他这种强盗逻辑 算是彻底把小云给计较了 他这嘴脸实在太令人恶心 王浩宇 没钱你就可以抢 可以偷了吗 我告诉你 就算卖房卖楼 你也要把这笔钱给还给我 小云已经彻底看透 这对极品母子的真面目 他们就是要钱 不要脸的人 为了占有别人的钱 他们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面对这样的人 绝对不能手软 小云 我真的是看透了你 像你这种恶毒的女人 活该你没人要 你的心太狠了 你这辈子绝对嫁不出去 未来就算你跪着求我 倒贴我 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 还敢诅咒我 碰到他 就已经是我这辈子 最倒霉的事情 难道还有比他这种禽兽更可怕的人 王浩宇 你不用诅咒我 我就算原地做尼姑 我也不会再跟你有瓜葛 你离开我的时候 神明告诉我四个字 人狗疏途 我们两个不是一条道上的 没事 别扯上我 赶紧给我还钱 小云态度非常坚决 这钱王浩宇要是不拿出来 绝对不罢休 见来硬得对小云不行 王浩宇又改成要求分期还款 先是说三年 后来见小云不说话 又主动降到一年 就他这个态度 我能给他分期 那我就是大傻逼 上帝将智慧洒在人间的时候 怎么就唯独给你撑了把伞 让你的智商如此感人 实在不行 你去残疾协会办个证 到时候你拿着脑残证来找我 我给你送的盒 王浩宇被小云骂的一个屁都放不出来 浩宇母亲彻底慌了 又开始哭天喊地地撒泼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 碰上这样的混账东西 他这是要彻底逼死我 还有没有天理啊 我看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小云看向吃瓜群众 各位大哥大姐 你们说句公道话 是他寻死逆活的不想还钱 不还钱还说我逼他 到底是我逼他 还是他想趁机耍泼 大家心里都有数吧 小云话音落下 一旁的大姐忍不住嚷嚷起来 他就是故意不还钱 谁不知道老王家有钱 昨天打麻将的时候 还说儿子赚了大笔钱 发达了 光银行卡里的存款 就有上百万了 旁边的大神也义愤填膺地说道 这种人就得给他吃点苦头 姑娘报警吧 我们给你作证 邻居的七嘴八折 气得浩宇母亲浑身发抖 小云原本还担心 王浩宇将这钱给花了 一时半会拿不出来 现在看来还是手段大惊 王浩宇 我告诉你 今天我敢在这里闹 明天我就敢去你单位闹 你不还钱 我就闹到你永无宁日 王浩宇惊慌地看着小云 他被逼得实在没办法 小云就给他两个选择 要么给自己一刀 要么就给钱 他连小指头都舍不得断 他哪有这个胆 最后在小云的逼迫之下 王浩宇终于老是给钱 当他把钱转过来的瞬间 他妈气地坐在地上 气都喘不上来 也没力气骂人了 临走之前 小云还特地告知了 王浩宇一个真相 对了 忘记告诉你 比亚公司监控 是我胡周的 下次出门 记得带脑子 原本小云就是吓下王浩宇 没想到这渣男 平常花花肠子不少 关键时刻脑子不太灵光 就这样被小云忽悠了 这也是为什么 小云急着 今晚要王浩宇还钱的原因 小云担心过了今天 渣男万一四地 下去找抵押公司的人 要视频就会穿帮 现在钱到手了 小云也没了顾忌 王浩宇被气得拿头去猛砸墙 打骂小云是骗子 刚走出巷子 小云便遇到 刚才说要作证的那位大神 大神一看便是热心市民 他将小云拦了下来 拿出手机递给小云看 姑娘 我说要给你作证 可不是假的 刚才我给你们全程录了下 要是他告你讹诈 我就用这视频给你作证 小云听完 瞬间心头一息 大神 你可以把视频给我吗 我留个底 说不定还能用上 大神大方地加了小云的微信 将视频传了过来 回到家后 小云将视频从头看了一遍 别看大神年纪大 手机玩得很溜 视频拍得非常完整 小云将浩与母亲 说漏嘴的那段话 截取了下来 然后将视频发给了顾婷婷 顾婷婷的电话 是从小云跟王浩宇的 共同好友那里拿到的 原来他们不少人 都知道顾婷婷的存在 在小云跟王浩宇 没分手的时候 浩宇母亲 就已经给她安排了 跟顾婷婷的相亲 看对眼之后 王浩宇又安排小云 去见了他妈 这妈宝难挑媳妇 得让他妈喜欢才行 幸亏小云家没拆间 否则被他妈给看上 等小云嫁进去 再发现王家的真面目 那小云这辈子 这事情被小云给知道了 她妈在想吃绝户 可没那么容易 没两天 小云便接到了朋友 打来的电话 小云 王浩宇被单位给开除了 小云有些激动 什么情况 这渣男终于遭报应了 王浩宇的未婚妻 带着家里人冲来公司 说王浩宇骗婚 为了他们家清白 姑娘把公司砸了一通 领导一怒之下 开了王浩宇 你等着我发视频给你 朋友跟王浩宇 在同一个公司挂了电话 小云便收到了 他发来的视频 是真解气 我当初就觉得 顾婷婷这姑娘不简单 作为前女友 我找上门她 还能淡定地跟我谈判 绝对不是擅长 在大婶给我视频的时候 我立刻想到了顾婷婷 我就不信这姑娘 能念得下这口气 果然一切如我所料 我原本以为 跟王浩宇从此以后再无交集 可是我没想到 有人的脸可以这么厚 那天我下班刚下楼 就碰到了王浩宇 王浩宇手上捧着花 笑咪咪地凑上来 小云 经过这段时间的波折 我发现我还是爱你的 我们复合吧 我妈说了 这次不要任何条件 我妈就可以接受你 小云冷眼 逆视着王浩宇 嘲笑道 王浩宇 你的脸皮是防弹衣做的吗 怎么可以厚到刀枪不入 没事快点滚 别耽误我下班 小云以为自己说的 已经足够坚决了 谁知道王浩宇更狠 她直接跪了下来 开始哭号 小云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不能没有你 求你原谅我 我们复合吧 小云直接一脚摆开的 没事别恶心我 回去告诉你妈 让她有空 撒泡尿照照镜子去 让她再找个人吃绝户吧 你们王家门槛太高 我怕 不进 王浩宇还想死缠烂打 谁知道突然有一群人冲出来 王浩宇 总算找到你这小子了 看到那群人 王浩宇吓得就跑 那群人立刻追了上去 王浩宇 你给我站住别跑 让爷爷逮到你 弄死你 回去后 小云才从朋友的口中得知 原来王浩宇被开除之后 无所事事的她迷上了赌博 不仅把家里的积蓄给输光了 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追她的那些人 就是放货的社会人 她来找小云 根本就是想找个垫背的 不是所谓真心复合 幸亏小云早就 看透了这渣男的本性 半点复合意思都没有 离开了渣男之后 小云仿佛赶走了所有霉运一样 不仅事业上 顺顺利利 连续升职加薪 在生活上更是一番顺风顺水 过得幸福美满 没有法律规定 女生一定得谈恋爱嫁人 才能幸福美满 现在的小云有钱又有盐 快乐又自在 不是比什么都好 至于爱情 小云一点也不着急 遇到合适的就在一起 没有就独自美好 人生说长很长 说短很短 意外和明天 不知道哪一个先来临 我在当下 你们支持小云的做法呢